11月20日下午,江西省纪委省监委发布消息,江西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科员赵志勇省委员常委、秘书长涉嫌严重违法,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监委监察调查。 今年68岁的赵志勇,2014年6月在江西省委常委、秘书长的任上被查,同年7月被开除党籍,降为科员,遭遇断崖式降级后,2015年6月以江西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科员的身份退休。 而今退休8年后,再次被查,意味着有新的严重问题被发现,曾是富国籍老虎的大秘。 公开履历显示,赵志勇,南、汉族,1955年4月出生,河北一线人,197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1970年2月参加工作。 赵志勇是西南财经大学在职研究生毕业,经济学博士,高级经济师。 早年长期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,2000年8月从工行总部调任工行江西分行行长。 2001年11月,赵志勇离开金融系统,担任江西省省长助理,2002年3月出任省政府副省长、党组成员。 2005年6月,赵志勇任江西省副省长、党组成员兼九江市委书记,主要分管金融、外汇、证券等领域。 2006年12月,赵志勇升任江西省委常委、副省长。 2008年6月,赵志勇任江西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。 担任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6年后,赵志勇落马。 2014年6月3日,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,赵志勇因涉嫌为继,中央已免去其中共江西省委常委、委员职务。 一周后,江西省委决定,免去赵志勇的省委秘书长、省职机关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。 同年7月16日,赵志勇被开除党籍。 中纪委通报称,赵志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,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。 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,决定给予赵志勇开除党籍处分,取消其副省籍待遇,降为科员,收缴其违纪所得。 彼时已经59岁的赵志勇遭遇断崖式降级,成为江西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客员,并于2015年6月退休。 赵志勇落马后,有媒体披露,其问题出在九江任职期间。 2005年6月至2006年12月,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赵志勇兼任九江市委书记。 在离开九江晋升省委常委前,突击提拔了32名女干部,不少属于破格提拔。 其中一名学校女教师,直接被提拔任共青团九江徐阳区委副书记。 接任的领导在接到群众举报后,又把提拔的一部分女干部打回原单位。 值得注意的是,赵志勇落马十天后,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江西元省委书记苏荣被查。 苏荣是党的十八大后,首个被查的副国级官员。 2007-2013年,苏荣曾在江西主政六年,中纪委在通报中称其大肆卖官欲绝,其曾自述我算了一下,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。 苏荣最终被判无期徒刑,法院查实,苏荣敛财超1.16亿元。 2008年6月,在苏荣主政江西半年多后,赵志勇出任江西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、省直级官公委第一书记,被视为苏荣的大秘。 十八大后,江西多名在苏荣任上获得提拔的省部级官员洛马,除了赵志勇,还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仲、江西原副省长姚木根、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等,误以为不会二进攻。 而今,以科员身份退休八年后再次被查,则意味着赵志勇有新的问题被查出,江西省纪委省监委此次通报,其涉嫌严重违法。 对于此类断崖式干部再次被查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曾刊文指出,再次被查,彰显了管党治党言字当头,正风俗即反腐,永远在路上。 诠释了纪律和法律不可触碰的刚性,体现了有什么问题,就给予什么处理,发现多少问题,就查处多少问题的韧尽和执着。 对一些腐败分子退休了也不放过,发现新问题了再查,更不是故意和谁过不去,而是为了让党的机体更健康,以更好地承担起历史和人民富裕的责任。 因为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,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民心账、政治账。 姑息放任任何一个腐败分子,任何一个违纪违法行为,都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。 对于二次被查的官员,文章分析认为,他们或者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时,抱着侥幸心理负于顽抗,对自己干的事,埋一件是一件,埋一天是一天,或者在第一次受到处理后,不仅不反攻自省,牢记教训, 反而觉得披上了防弹衣,误以为不会二进攻,要想人不知,除非几末位。 低估了组织的决心和能力,低估了人民群众监督的力量,终将自己推向另一个深渊。 是腐败存量,就要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,是腐败增量,就要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。 资料来源将西省纪委监委官网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。